校間的權力 但是無可奈何 校方是不理會我們的訴求 他們 校方的藉口是說 我們學生會所講的訴求 未必可能可以代表所有的學生 正如黃均瑜校董他所講 他說 學生代表 沒有辦法代表所有的學生 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召集一班的私生和校友 就在今天10月19日作出圍堵校董會的行動 就是希望現在在校董會裏面的校董 就著我們的訴求 作出正面的回應 我們今天的訴求主要有三個 第一 我們希望現在由行政長官 直接委任那十八個校董 就回應 講回他們是怎樣看現在的心有校董 例如說 何君堯他所講 是希望解散學生會 在令南大學的情況之下 博雅教育是令南大學最重要的一環 其實博雅教育之間最重要的就是 要求一間學校以學生為本 何君堯他竟然公然地說 是希望解散學生會 盡所周知 學生會在不同的校務會議裡面 其實都是有一直之位 他希望解散學生會 很明顯就是不希望校方 繼續聽到學生的聲音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希望破壞博雅教育 破壞原生共治 甚至是將香港的不同大學 即現在是我們的令南大學 就變成好像中國的大學 由黨書記之後 而不需要理會學生的聲音 這是我們第一點 希望現在的校董 可以表達他們點體 這是我們現在新任校董的一些現場 第二 我們曾經是多次要求 就住修改大學 修改令南大學條例 也就是廢除特首校間的研制 廢除行政長官直接委任校董的權力 作出一些商討 內閣去到今天 仍然都是漠視學生的訴求 所以我們就希望可以要求成立一個專責小組 研究廢除特首校間的研制 以及取消特首直接委任校董的權力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見到現在我們領南大學的 校董會裏面是超過了一半的人 都是由行政長官直接委任 我們領南大學校董會裏面有33人 當中有18人是由行政長官直接委任 他的權力是可以直接影響到一間大學的院校地區 以及學術自由 更甚至我是在昨天的承知論壇上面 以及在多次現台訪問過一度都問過何君堯 會不會就著捍衛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 作出承諾內閣 他去到今天仍然都不肯作出承諾 大家都可以見到這個是一件多麼荒謬 多麼卑劣的事情 他不作出承諾的原因是說 他認為現在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沒有被人干預 其實這個邏輯是十分之荒謬可笑的 正如如果你在結婚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對方的貧困和疾苦 因為現在他沒有貧困他不窮 或者他沒有病 你就不會為他以後一生一世的照料 作出擔保 其實很明顯見到何律師他的邏輯 是狗屁不通 是連小學生都不如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十分之失疑 他成為我們深陰校中的態度 剛才就聽到我們的講